让我们欢迎六大主播的到来 首先是保安队的组合 浪哥 秀儿 哈喽 小伙伴们好啊 接下来是天天恶搞不断的 袜子组合 小伙伴们祝福节快乐 最后就是咱们小红帽和大灰狼 灰狱组合 我们在这里度小伙伴们 假期快乐哟 nice 哎不是大佬 你一大早上的就把我们六个主播叫过来 到底是因为啥事啊 这不是中秋节了吗 大家也都放假了 我准备举办一个中秋比武大赛 哎呦呵 你就会忽悠人 肯定是又想什么妖蛾子来整股我们呢 来 兄弟们 认为机甲大佬是想整股我们的扣1 认为不是的扣3 早早走 咱们不跟他玩了 别走别走 谁赢得最终胜利 我就会送他一个机甲账号 你 肯定是我呀 大佬 不对 肯定是我 你们别争了 这一定是我的 哎 大佬 大佬 你的中秋比武到底是个什么玩法呀 很简单 我准备了两个小游戏进行比拼 第一个 抢凳子大赛 我在裁判席开起轮椅转盘 你们六个主播开始抢凳子 没强到的自动淘汰 哎呀 原来是这个有意思的玩法 请 大家有一第一 比赛第二 来 兄弟们 想看我们六个主播比赛的 一定要进行比赛 瞧好吧 所有人准备 我打开开关之后 你们就要冲出来开墙 来了来了 兄弟们 开门了赶紧冲 我坐坐坐 我坐啊 哎呀 强到了吧 让我看看谁淘汰了 呦呵 居然是秀儿 都怪我吃的太多 根本跑不快 好 第二局准备 那我现在已经非常熟练了啊 兄弟们 只要被墙打开 我一个箭不上前 屁股一沉不就坐上了吗 哎呀呵 这次淘汰的是玉儿 啊 没什么 我就是想休息休息 第三局准备 冲冲冲 我屁股大 我先坐啊 好家伙 这次没想到是Waka被淘汰了 小子 你一定要替我赢的比赛啊 不可能 第四局准备 这次是三个人抢两个座啊 真刺激啊 我说浪哥 你动作也挺快的嘛 一定的呀 灰哥 我可是要给你PK到底的 哇 哇 哇 我没淘汰了 都没人安慰一下吗 我来 我来 小子 各位准备 最后一局 冲啊 哎呀呀呀 不好意思啊 浪哥 我最终写上 不错嘛 灰哥 这只是个游戏 玩得开心最重要啊 没错没错啊 等大老把基亚当号给我 我不就成土豪蛋了吗 到时候一人送你们一个皮肤 好 不要急 灰小子 你必须赢得第二场比赛 才能获得账号 不管有几场比赛 我必须拿下 好 第二场反方向运动 我将会在黑板上说出方向 大家必须站在相反的按键上 才算成功 懂了懂了 赶紧开始吧 第一局 钱 钱就是后 千万不能走错啊 好家伙啊 第一局就淘汰了两个 只剩我和瓦卡了 我说灰哥 这次我肯定不会让着你 行 那咱们就公平竞争一下 第二局 后 后就是后 不对 我去 瓦卡兄弟 咱俩都被淘汰了呀 由于第二场比赛 所有人都被淘汰 所以本次中秋 灰小子获得最终冠军 承让承让 那大佬 说好的基亚账号 是不是可以给我啦 放心放心 好好好 我去去就来 哎不对 这借甲账号的皮肤 怎么这么小呢 没错 这是我儿子的账号 把它给你以后 你就是我儿子了 什么玩意啊 我当你儿子 咱俩明明是兄弟好不好 没关系 咱俩各论各的 我以后喊你灰小子 你喊我爸爸就行 我不 我不要 我不要当技甲大佬的儿子呀 我 我说哥哥 要不然你要同意个爸爸 什么 不同意 我绝对不同意 好玩 好玩